台湾超跑好手鲁維銘 現身在基隆的簽書會 受到跑友熱情歡迎 紛紛要求何以留念 因為我從基隆 然後得到基隆好馬契樂部 我們第一個跑團 然後我們從這馬頭 希望能夠馬到成功 然後從頭跑到尾 在基隆好馬長跑協會邀請下 鲁維銘來到基隆 和跑友相見歡 帶來新書和跑友分享 那我是跑地表最長的一個公路認證賽 這五千公里了 那我這次也是想說 第三次的挑戰 想說成績能夠再突破 所以我就做一個 由我們台灣投的基隆 我們自己的故鄉先出發 然後因為我出一本書叫簽書會 用這種書的願力 然後台灣時代跑團 從我們第一站開始 然後第一萬會跑友 然後一萬也千千粉絲 一些有對我要買我的書的人 我直接面對面跟他簽名 然後能夠引起這個認同 然後讓我們的跑步的能量更強 羅維銘除了為環台2124公里暖身之外 9月將啟程前往紐約進行5000公里的挑戰賽 本身也是金融人的羅維銘 能夠回到家鄉和跑友經驗分享 希望鼓勵更多跑友繼續勇於挑戰 雖然我是50歲最好的記錄 但是我們現在跟年輕好手還有一段距離 雖然他們年紀很輕 但我們現在還有60 60來說假如說我能夠再突破的話 對所有的一個 等於是說世界的一個跑者 都能夠有鼓舞的作用 那現在由我們的故鄉出發 把他的這個跑步的心得 在參加美國3千英里的這個跑步心得 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那順便我們明年要準備辦基隆馬拉松 也邀請他來幫我們做代言人 幫我們做這個臨跑者 熱愛跑步的市議員呂美玲 本身也是超跑老爹的粉絲 對老爹挑戰極限精神 深感佩服 一些人會說哎呀你吃素 那你跑步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沒有體力 其實不會的 我認為吃素會讓我跑步起來 更有耐力 而且更有持久力 這是我在經過15年的速食 然後再來10年的跑步的經驗 跟我的親身的經驗 所以呢我還是很樂意提供給大家 然後建議大家可以吃素 而且也可以一起來做運動 大會裡面它一樣是身體力競 以素食來作為他的食物來源 然後呂議員他本身也是素食的 我看起來都非常健康 將近一夾子還是一條活龍 如一名用自身經驗 鼓勵熱愛跑步的跑友 持續堅持 一步一腳印 也能夠刷新自己的紀錄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1、2、3 記者黃紹明記錄 人們來 我居住 民主 民主